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作为一个老师非常非常推荐这部小说 因为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常优趣的故事 有深度的但是非常好理解的 能适合各种各样的年龄的读者 从小到大都可以享受其中的精彩 还有点挑战 就是教育型的给父母的挑战 非常推荐 这是我看过阿易老师的第一本书 也是很高兴 它作为我去熟悉这个新的作家的第一本书 因为它的写法是我比较喜欢的 它就是一时留中国可能首部作品 是用这种写法去写的 那对我来说 看这本书的感受是非常的深刻 因为它一开头 它就是用2001年这么一个词的代入感 就是把我带到这个故事里面 我到中国的第一次也是2002年 所以那个画面就是很深刻的存在 阿易她会用讲故事的方式 虚实 而且都是现实的东西 从她个人的经验 去讲解一些中国的 实惠低层的实惠农村的 一些我们平时看不到的方面 去讲书中国的好故事 这是我们去了解中国的很好的一个手段 阿易老师他作为移民年轻的时候 当过警察的作家 他就是会讲个人的一些经验 一些故事 讲到这本书里面 从2001年到现在 就是中国的一个发展情况 而且是从实惠的各个层面 不同的人群社会经验 出发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画面 让我们了解中国 大家好 我想今天给大家 推荐一本很优秀的 北京作家 利尔老师写的唱片小说 它是十六书上 杰银桃这本小说 这本小说 如果你是一个国外的读者 你看了以后你会更了解中国 不单是中国的农村 还能了解全国 穿中国 另外一个是这本小说 它写的风格就是那种 中国的就是最传统的那种幽默感 河南的幽默感 你能跟里面的每一个任务 互动的到最后 你会考虑我要站在哪一边 在繁华这一块 还是在小红车一块 看完了以后 你会更爱上中国的文学 更爱上中国 大家好 我想给大家推荐 藏记的诗歌植物学 它通过诗歌和植物 表达对生命的思考 它的将诗歌和科学指示 相结合的方式非常独特 让读者获得乐趣和启发 我推荐大家读三文中的北京 三文中的北京 这本书算不厚 但是里面有27个作家的 关于北京的三文 所以通过不同的作家的角度 和不同的时代 能够更好地理解北京 如果想回到通年的美好时光 我是个人非常推荐 金波老师的吴丢丢的旗语 非常期待这本书翻译到英语 让这本书走向时间 这本书是什么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